人物尽管口头上拼命,好好拼命,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,能杀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,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,他就等于一无所有,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,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。 杀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,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,他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 杀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,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。 杀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,一般可见杀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,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。 杀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,有杀士比亚,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,他奔得太快,会把力气都奔完了。 杀士比亚放弃了。 杀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,时间也放弃他。 杀士比亚命运如昌迹。 听见遭遗体,杀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,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 杀士比亚生,杀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。 因为思想杀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。 总有一个人在后面,杀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,就要终身蹭等一事无成。 杀士比亚传播思想,无顺于思想的传播者。 杀士比亚,我们所要做的事,应该一想到就做。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。 有多少舌头,多少手,多少意外,就会有多少忧郁,多少食言杀士比亚。 你写诗句,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。 在月夜,他的窗前你用做做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。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指节。 虚滑的事物。 琐碎的玩具花束糖果。 这些可以强烈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得他的情。 你用诡计,倒许了他的心。 杀士比亚,我们粗心的错误。 往往不知,看中了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。 直至丧失了他们以后,方式认识他们的真假。 我们都无比的增贤。 往往杀害了我们的朋友。 然后,在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。 莎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他的祖业。 财迷藏颂杀士比亚,虽然权力是一头不值的穷。 可是金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。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,那实在是一种浪费。 上天升上我们,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,不是照亮自己,而是普照世界。 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其他人,那就等于没有一样。 莎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。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。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。 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。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。 往往做到移成公指差,一步就停下来。 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。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,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。 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。 莎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锻刀猴子。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。 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。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。 莎士比亚, 莎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奴隶。 总是有始无终, 虎头蛇尾。 像未熟些果子, 密布树烧。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调。 莎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。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。 莎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。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。 莎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。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。 憎恨的结果。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赢得的死亡或破根。 莎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。 莎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宁人。 一个时刻。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,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。 使人在困苦之中够言残喘。 莎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。 莎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。 所以实力因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倚口。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。 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。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。 莎士比亚爱比莎人重罪更难隐藏。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。 莎士比亚必忧忍。 春乃又寄。 又容。 格乃大沙士比亚一个人, 无论有着什么奇才艺能。 竟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。 它就等于一。 就会参加了一部分。 感谢观看